- 大家好 我是格尼紫君 - 先歡迎我們的特別來賓 - 那我們這一集影片一開始呢 - 先歡迎我們的特別來賓 - 嗨 大家好 我是四天王嘉明 - 歡迎嘉明 歡迎嘉明 好久不見了 - 我們在今天的正式開始之前 - 我們先稍微閒聊一下好了 - 最近在忙什麼 - 最近在忙我自己的學業 - 以及準備下一次的RL - 哎唷 講到彈籃的RL - 那你打到資格了嗎 - 有有有 我打到了 - 不會是我們的四天王 - 那該不會你今天要介紹的牌組 - 也是你RL準備要出戰的構組吧 - 不一定咧 - 但它至少是一個非常強的體系 - 而且也是台南RL很多人會玩的 - 洛奇亞VSTAR - 喔 洛奇亞VSTAR -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萬金有的牌組 - 就是裡面想要放什麼樣類型的寶可夢都可以 - 那我們就馬上請我們的四天王嘉明 - 來介紹一下今天它的搭配吧 - 那就來開始看我今天準備的構組 - 洛奇亞VSTAR的牌組 - 最主要前面的任務就是 - 在第二回合進化一隻洛奇亞VSTAR - 同時要把兩隻始祖大鳥丟到氣牌區 - 然後用洛奇亞VSTAR的聚合猩猩 - 把始祖大鳥放到備戰區開始填人 - 那也因為可以不斷的填特殊能量 - 配合的寶可夢選項就很多 - 像是雷公、光輝噴火龍、伊菲爾塔爾 - 都是標配 - 那今天最特別的就是我選擇搭配 - 因為它的極具噴射可以跟始祖大鳥的填人 - 有一個很好的搭配 - 特別是因為它是無屬性寶可夢 - 所以跟強力無能量的相信也很好 - 只要硬幣都正面 - 那傷害就是超級高 - 誰都能棄絕 - 竟然是苦夜鳥VMAX嗎 - 那等一下再看看你的硬幣能夠幾個正面 - 這邊再提一個細節好了 - 今天帶來的構組裡面 - 有跟之前訓練家網站的不一樣 - 有我們的養鳥人 - 最近很多人的洛奇亞VSTAR都會投入到 - 會麻痹別人的寶可夢 - 像是那個傑克羅姆嗎 - 沒有錯 - 所以投入到養鳥人去解麻痹 - 避免被追到太多的輪次 - 不過看你的構組裡面還有投放到一張長毛狗兵 - 它的用意是什麼 - 這張長毛狗兵對手如果是放逐系統 - 去解決它的花療緩緩 - 可以多拿一張得獎傷卡 - 會大幅的增加自己的輪次 - 我懂了 - 那如果螢幕前的各位訓練家 - 想要比較之前嘉明分享的構組 - 跟這一次構組的差別 - 我會把它分享牌組的訓練家網站連結放在資訊欄 - 大家可以搭配待會的對戰影片服用 - 這樣效果會更好喔 - 不過嘉明你放心 - 我今天沒有放回麻痹的寶可夢啦 - 我今天來跟你正面PK一下 - 看誰的傷害高 - 所以我帶來的牌組就是球雷姆VMAX - 那我們就馬上進入對戰吧 - GO - OK 排者4顆 - 那嘉明你要正面還是反面 - 我要正面 - OK - 好 正面 - 那我要先攻 - 好 沒問題 - 那就我後攻 - 請多指教 - 請多指教 - 大家好 我是洛奇阿V - 我是喬蓮姆V - 有先攻 - 抽一 - 發動進化熏箱 - 然後抓一隻始祖大鳥 - 發動高級球 - 丟掉兩隻始祖大鳥 - 哇 - 一開始就兩隻始祖大鳥丟下去了 - 沒有錯啦 - 那我要抓取一張 - 到我的備戰區 - 在手填一顆補貨能量 - 那我從我的牌庫抓一隻 - 到我的備戰區 - 請切 - 那我的回合就結束 - 換你 - 好 我的回合 - 抽牌 - 我們的鋪場看起來 - 挺猛的呢 - 先下一隻起源帕路奇阿V - 在我的備戰區 - 先使用足量水桶 - 我拿兩張的基本水能量上手 - 使用自願者珠貝 - 竟然有珠貝 - 運氣不錯 - 那我要選光輝假賀忍蛙 - 隨隨於寶可夢 - 跟一張物品卡 - 那當然是我們的對戰VIP參加陣 - 呦呼 - 那我要發動對戰VIP參加陣 - 那我要選擇的是 - 智慧星跟球雷姆V - 這兩隻寶可夢放在我的備戰區 - 那我要下光輝假賀忍蛙 - 在我的備戰區 - 使用隱藏牌 - 丟1 - 抽2 - 2 - 那我使用仙機球 - 丟掉一顆基本水能量 - 再選擇一隻球雷姆V - 好 - 那把它放在我的備戰區 - 手填一個基本水能量 - 給我的球雷姆V - 好 那我要使用智慧星的小聰明 - 把一張卡片放回去 - 沒有問題 - 哎呦 - 這張 - 不錯喔 - 那我的回合就結束了 - 換你 - 那輪到我回合抽1 - 先使用進化薰箱 - 從排庫抓取洛奇亞VSTAR - 哇 - 這個combo太強了 - 兩隻十組彈鳥要跳上來了 - 將我場上的洛奇亞V進化 - 先使用它的VSTAR力量 - 聚合猩猩 - 從氣排區把兩隻十組大鳥 - 下在我的備戰區 - 那我使用十組大鳥特性 - 十組渦輪 - 從排庫填兩張特殊能量 - 那我填的是強力無能量 - 以及酸同溫輪的能量 - 再使用第二隻十組大鳥特性 - 十組渦輪 - 再填兩張特殊能量 - 填兩顆強力無能量到我的國原鳥B身上 - 哇 - 這個能量一回合 - 就直接填完了 - 太狠了 - 幫我切一下 - 貼一個講究腰帶給我的國原鳥B - 然後我使用博士的研究 - 天啊 - 太狠了 - 從排庫抽七張牌 - 那我填一顆雙重無能量給我的伊菲爾塔爾 - 那我使用洛奇亞VSTAR的招式 - 風暴輔充打220點的傷害 - 棄絕你的球雷姆V - 那就棄絕了 - 那我拿兩張的獎傷卡 - OK - 那這邊我要派我的球雷姆V - 有填能量的導戰鬥場 - 好 抽牌 - 我要先進化球雷姆VMAX - 再接著進化 - 起源帕路奇亞VSTAR - 那我先使用支援者珠貝 - 那我要選擇的是 - 足量水桶跟球雷姆VMAX - 直接發動足量水桶 - 再拿兩顆的基本水能量 - 請先 - 好 - 好 公開加油人蛙 - 頂張牌 - 丟1 抽2 - 然後進化球雷姆VMAX - 那我先使用智慧星的特性 - 小聰明 - 放一張卡片回去 - 去跟牌頂交換 - 那就發動我球雷姆VMAX的特性 - 拔音世界 - 把這張牌丟棄掉 - 那是水能量 - 所以我要填給我的球雷姆VMAX - 那接著我要手填一顆水能量 - 給我的球雷姆VMAX - 使用先機球 - 丟離洞繩 - 那我選擇的是插制服V - 好 - 切 - 好 那我要使用放足吸塵器 - 選擇放足起源帕路奇亞VSTAR - 那選擇你的講究腰帶也放到放出去 - 哇 我的講究腰帶 - 這樣至少讓他這個少30 - 應該多少有點幫助 - 那最後我要使用插制服V的特性 - 按夜能源 - 抽六張 - OK 那我就直接發動 - 用起源帕路奇亞VSTAR的VSTAR力量 - 特性星星入口 - 選擇三張的基本水能列 - 填給我的寶可夢 - 那我要選擇一顆給球雷姆VMAX - 一顆給起源帕路奇亞VSTAR - 那一顆給球雷姆VMAX - 好 那我就要使用球雷姆VMAX的極具冰霜 - 那基本傷害是120點 - 我要丟掉身上的4顆基本水能量 - 那1顆增加50 - 所以4顆是增加200 - 那這樣總共造成320點的傷害 - 氣絕你的洛奇亞VSTAR - 哇 太痛了吧 - 我的洛奇亞VSTAR被戲絕了 - 嘿嘿 這樣我可以拿力量中的九首口 - 我讓我的伊菲爾塔爾到戰鬥區 - 哇 這個有點麻煩 - 那抽一 - 使用始祖大腦的特性 - 始祖羅倫 - 選擇是兩顆極光能量 - 再使用第二隻始祖羅倫 - 選擇是一顆V防守能量 - 以及強力無能量 - 給我的古月鳥B - 那幫我切一下 - 淨化我的古月鳥BMAX - 我的天 大魔王出現 - 再手停一顆極光能量 - 給我的伊菲爾塔爾 - 丟棄的是古月鳥BMAX - 使用伊菲爾塔爾的第一招奇幻之死 - 直接棄絕你的球雷姆BMAX - 哇 這一招實在是太狠了 - 而且一回合就做出來了 - 那球雷姆VMAX被棄絕 - 你可以拿三張的兩三卡 - 那就輪到你的回合 - 哇 這樣子的話我思考一下 - 這個局面下 - 不管怎麼樣我都得棄絕這隻伊菲爾塔爾 - 但是後面那隻古月鳥VMAX也蠻可怕的 - 那我就讓我的球雷姆VMAX到戰鬥場 - 我的回合抽牌 - 啊 你怎麼現在才來 - 要是剛剛手上有這張的話 - 那可能就沒有這麼害怕你的伊菲爾塔爾 - 那我先手填一個驚喜水能量 - 給我的球雷姆VMAX - 那我要使用足量水桶 - 再選兩顆能量 - 那我要使用智慧星的小聰明 - 然後接著使用球雷姆VMAX的特性 - 白音世界 - 放出來的是水能量 - 填開它 - 使用仙擊球 - 丟掉球雷姆VMAX - 選擇的是起源帕路奇亞V - 再繼續使用仙擊球 - 丟掉 - 選擇的是霓虹魚V - 要把霓虹魚V呢 - 架在我的備戰區 - 使用特性野光標誌 - 我要選擇的支援者是馬力 - 哇 - 接著使用支援者馬力 - 手牌真多 - 太可怕了 - 我抽4張 - 好 - 那我抽5張 - 那我先 - 裝備一個氣球給我的光輝甲赫人娃 - 那我用光輝甲赫人娃的特性 - 丟1 - 抽2 - 好 - 那我就直接使用球雷姆VMAX的極具冰霜 - 造成120點傷害 - 然後不把能量 - 所以這樣是120 - 哇 - 它有被棄絕了 - 那我這樣就 - 拿一張強強強卡 - 那我讓我的 - 鼓勵魚VMAX到戰鬥區 - 抽1 - 那我這邊 - 穩一點 - 使用沙莉娜 - 抓你的叉字幅V到戰鬥區 - 竟然是叉字幅V - 我以為你要挑戰這個HP是330點的球雷姆VMAX - 再來使用十足大腦的特性 - 填兩顆能量 - 那這邊 - 穩一點 - 填越多能量越好 - 反正EB也不一定都是正面嗎 - 沒錯 - 哇太穩了 - 現在是 - 那再使用第二隻十足大腦的特性 - 再填兩顆能量 - 什麼鬼 - 填一顆極光跟一顆補貨 - 先把你切開 - 那我使用古兵鳥的第一招 - 極具噴射 - 因為我現在古兵鳥身上有十顆能量 - 哇你這樣只要只是三次就可以嗎 - 因為一次是80嘛 - 好請開始你的表演 - 第一次 - 喔一次 - 第二次 - 喔也中 - 喔也中 - 第三次 - 也中 - 第四次 - 哇 - 喔沒有喔 - 第五次 - 第六次 - 喔沒有 - 第七次 - 喔沒有 - 第八次 - 喔 - 第九次 - 第十次 - 像是頭十中七 - 沒有錯 - 那我們來算下傷害 - 所以7乘以80是50 - 五百六 - 五百六 - 那再加強力5的60 - 那因為還有雙重渦輪能量 - 所以要再減40的傷害 - 這樣子是 - 五百八 - 那對你的X5V造成580點的傷害 - 拿取最後一張獎賞卡 - 啊這氣絕了五百八 - 這個傷害指數已經多到我X5V快放不下了 - 那就恭喜我們的四天王嘉明獲勝 - 哇 - 剛剛嘉明最後那個古月鳥VMAX - 頭十 - 中七 - 最後造成了560點傷害 - 太誇張了 - 今天我可以自封為自己是硬幣之神了 - 我只能說 - 不愧是玩夢幻VMAX的玩家 - 應該平常那個機器舞之人多次啦對不對 - 沒有沒有沒有 - 我只能說今天這個硬幣的實力 - 我甘拜下風 - 洛奇亞Vista真的蠻推薦各位玩家去嘗試的 - 它是一個非常多元的牌組 - 它的鋪場要求不高 - 而且能快速的填出能量 - 哇 - 我只能說十五大鳥的填填速度 - 真的有點太不可學 - 你剛剛那一回就等於直接做完了 - 那我要解決誰好像都不是 - 都不是 - 就是我一定要先解決一佩爾塔了 - 除非無辦法前面有填到清晰水能量 - 後面在你古典鳥VMAX要做進攻的時候 - 要壓到神奧神殿 - 但只能說很可惜 - 都沒有做到 - 都沒有做到 - 因為古典鳥VMAX的傷害上限非常高 - 所以有喜歡古典鳥的玩家可以去嘗試看看 - 那我們就RL賽場見囉 - 好 那在我們的影片最後呢 - 這邊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- 各位覺得洛奇亞Vista在我們這次台南RL - 最後的圓餅圖出來的百分比佔比會是多少呢 - 我看這個洛奇亞Vista的強度 - 我個人應該是猜個有20%左右 - 嘉明你呢 - 我覺得至少應該會有30%吧 - 30%這麼多嗎 - 對 - 那究竟最後的圓餅圖的分配比例 - 會不會如嘉明所料有辦法超過30%呢 - 我們就談談RL見分享囉 - 喜歡這部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- 才不會做過我們之後的上片通知喔 - 我是各位子君 - 我是視天王嘉明 -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- 拜拜 - 字幕影响 - grasp前方 - 羽繞 - 作詐課 - 詞曲 - 詞曲